哈囉 大家好 我是肉肉絲普拉寶劍絲 又來了 今天投稿的粉絲呢 他目前Rank的狀況大概是在S加10左右 那這個在插帶也是有開分 在蛤蜊的積分是1766.3左右 那他自己目前遇到的狀況其實還算 他有整理起來算是比較長的 他會比較...不知道他在對戰的時候有時候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那很有可能因為配對的關係 在插帶會遇到比如說對手比較強 然後自己可能就是...可能對面就是自己這邊可能是一強三弱 那可能是兩弱或三弱之類的 那他打起來的時候覺得這個心非常累 也不知道到底應該要怎麼做 原本打起來還蠻有信心的 但是每次越打遇到一些強勁的對手的狀況的時候 狀況每況越下越打心越傷心啊 好 沒有關係 今天就來讓我們看看他提供的這個蛤蜊模式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能不能給他一些更好的建議呢 來 吃不宜吃 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今天是這個真格蛤蜊鬼頭到度假村 好 老樣子 我們開局呢 先來看一下齁 我們這邊呢 我方這裡是 0.52太空射擊槍 斯普拉滾筒 跟這個星夜射擊槍 那投稿的這位觀眾呢 使用的是星夜射擊槍 對面呢 是這個頂尖射擊槍 ZAP 然後還有這個是斯普拉射擊槍聯名 跟這個北斋 好 那這個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星夜射擊槍的時候呢 其實對面呢 是全部都可以不用看 因為你根本沒有一個人是你打得到的 每一個武器都比你還要長 所以此時此刻呢 星夜射擊槍到底該怎麼辦呢 尤其是在這個蛤蜊模式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一個非常好用的販團 跟超強勁的這個SP 就是這個防護罩 那開局呢 我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防護罩呢 其實尤其是在蛤蜊模式真的是非常好用 你可以直接喔 準備好的時候呢 你就直接開在籃框下面 直接就開始抱頭一顆蛤蜊了 然後呢 如果今天星夜呢 是走這個雙飯團流的話呢 那飯團也會成為你非常重要的工具 然後再來就是地板意識非常重要 雖然說鬼頭刀呢 呃 它的地勢呢 非常狹長呢 基本上呢 手長的頂射擊槍可以站在 呃 這些高處 欸 站在這幾點高處喔 欸 等一下 這幾點高處 然後對下面啊 射擊啊 或是從這裡下面啊 或是繞進來這樣子 但是呢 當只要有意識的補地板呢 跟進行比較好的這個埋伏 伏擊呢 其實還是很有大有可為的喔 因為呢 以現在目前這個編程呢 斯普拉滾筒 加上星夜射擊槍 兩個防護罩 五點一升到直線貫通 而且是五點一升到是兩個 所以這個配置我覺得其實是蠻好的 相對起來對面應該會比較不好打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吧 然後開局呢 最重要就是撿蛤蜊啦 蛤蜊模式最重要就是蛤蜊 一定要先撿蛤蜊啦 家裡附近的蛤蜊一定都要撿起來 好 先丟出一個飯糰 補補地吃蛤蜊 非常好 那隊友已經先倒一了 好 這個時候看一下隊伏地板 很好很好很好 伏地板 好 中間呢 右邊有一區很大區的蛤蜊 然後現在也有鎖底環 大概也可以知道敵人在哪裡 好 左邊現在這邊有點危險 好 先回家 很好很好 這樣很好 北斋的位置小心 好 看好 放好 好 現在對面有了 好 補好地 補好地 好 開這個防護罩 開得有點早 這個開得有點早 因為呢 現在目前這個狀況 不太需要開防護罩 因為對面的這個 SP 只有北斋會飛進來而已 然後目前線下還沒有需要做到大量防護的時候 等到他們有球 你很明顯看到下面的地都是 都是紅色的 然後我們的隊友也倒了 這個時候開防護罩擋在門口或許會更好用 實際點會更好 這個時間有點太早 有點可惜 好 左邊 好 三層龍絕風開出來 隊友 呃 斯普拉滾筒倒了 然後左邊一個 好 現在要進球了 那現在 現在這個時候 現在這個時候更適合開 防護罩 剛剛這個 這個5.1聲道開出去啊 如果你炸彈丟出去的情況下在這裡丟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考慮繞過來 就是 我蠻推薦大家在 在執行完一個動作的時候就換一個位置 比如說你丟了一個飯糰 你就換一個位置 你做了 你射了一兩發 你就換一個位置 就是不要待在同一個地方 不要讓敵人馬上就可以知道你都在哪裡 因為相對起來 呃 這個是北斋嗎 這個不是北斋 好 除了北斋以外的三把武器 不管是誰 他上來 你的這個位置跟他對槍都是不利的 大家要記得我們星夜射擊槍 不太適合正面對槍 就是我們可能更適合待在這些位置 就是 側擊 可能會更適合 星夜射擊槍的位置 以正面的衝擊來講 可能太空射擊槍或是比如說 點五有可能都會比較適合 所以星夜射擊槍來講 比較適合 呃 邊邊角角一點的喔 會比較好一點 好 nice 好 除掉 很好 好 這個上來了 這個上來了 剛剛打了那幾下 其實就可以再追了 可以再追了 因為他剛剛大落勢 可以稍微勇敢一點 可以稍微勇敢一點 因為他沒有辦法浮擊你 好 倒掉 七顆 這個時候可以先趕快 先刷 防護罩出來 塗塗塗 先刷防護罩 防護罩刷出來 好 現在倒一倒一倒一 刷出來以後 糟糕這個有點危險 這個有點可惜 太早了太早了 好 我們這邊倒二 這個時候 剛出來喔 還是一樣先刷防護罩 有人要進 有人要進來了 有點危有點危 這裡下去 其實也是會有點危險 但是如果你可以從後面拉 抓掉的話 就還可以 不行不行不行 位置不漂亮 可惜可惜 好 對方進第一顆球 哇哇哇 進第二顆了 救命 好 地板這時候就是先塗地板 沒錯 塗 好 隊友想要進攻 但要小心右邊右邊 好 左邊倒二直接倒二 隊友太衝了喔 隊友有點太衝了 好 吃完蛤蜊不要急 先回 啊啊啊啊 喔 Nice 唉有點危險 剛剛 對對對 可惜可惜了 好 我們這邊兩顆球 好 走 好 躲下一隻 好 星焰拿球很危險 把球丟掉 左邊有人進這樣 左邊有人進這樣 喔 Nice 這個防護罩開出來可以 好 塗塗塗 可以把球撿起來 救一下球 好 那個防護罩效應 啊可惜 追追追 啊可惜 有點可惜有點可惜 因為有幾次都是 其實你是可以追殺的 啊防護罩效應 防護罩效應 被炸死了 這有點可惜 好 左邊有一隻 好 兩顆進來 現在要等SP SP被擊發 被擊發 被連續擊發 這個就很難 這個就很難 這種就很難 早3 這個太難 這個現在這樣 現在這種沒辦法 現在這種真的沒辦法 好 重新來 好 對方丟蛤蜊 沒錯地板塗一塗 把蛤蜊吃一吃 沒錯沒錯跟著跟著 喔 不行那個 那個被北斋 隊友太容易被北斋 整個全部帶掉了 太容易了 抓不到北斋 鎖底 這邊 那一顆就不要 那一顆就不要了 右邊上來 哇下去有點危險 下去很危險 下去很危險 從前進前進前進 OK OK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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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不錯 我覺得我覺得 喔 Nice Nice 機會來機會來 快快快快 七顆七顆 快點快點 快快兩顆 上去 直接 第二顆防護罩開箱 阿靠 防護罩效應救命 可惜可惜太可惜太可惜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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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一分鐘還來得及 很有機會很有機會 很有機會 喔 兩顆飯糰丟的位置太近了 這個有點可惜 你丟第一顆飯糰 第二顆飯糰要丟近的 就是一遠一近 你要讓 你要把敵人包在中間 讓敵人 近也不是 退也不是 就是連續丟兩顆 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效果會 等於沒有 因為他會落跑 你也會沒沒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呃 如果你要一次丟 就一顆丟前面 然後一顆丟地上 類似像這樣 另外一個做法就是 你先丟一顆 然後看他往哪跑 然後你再決定你 再丟另外一顆 這樣子 Nice 我剛剛有發現 這位朋友就是 我覺得你的新夜射擊箱 對象我覺得 你可以再前進一點 你有一點 呃 不夠貼臉 要再貼臉一點 會更安全 剛剛那個應該可以 稍微前進 直接發 不一定要放 不一定要放下來 這個 剛剛這個 你的隊友已經鎖到的情況下 他其實已經在游移的時候 其實就直接 直接 直接上去 直接游上去了 好 比如說這邊炸完 丟 隊友已經下來 然後他現在站著 這個時候其實就 直接直接衝了 因為其實已經是 雙方夾殺了 已經是兩邊夾殺了 因為 你這個時候就是在 輔助你的隊友 就是我覺得新夜射擊箱 因為他射程很短 所以其實可以 有慣性的 比如說你今天站著 你擊發 打一兩發 但是人跑掉之後 你就要直接潛沒 這個是立回 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你打了一兩下 有打到 但是開始 脫離你的射程的時候 就不要再繼續發射 因為那就會變成走射 而且你也追不到了 你還有可能會被殺死 好 36秒 36秒 可力數不足 隊友倒 好 可力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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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倒 吃可力 2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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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力可力可力 可力可力 先吃先吃先吃 對對對 好現在有了 可是沒有隊友沒有隊友 有點危 有點危 糟糕有點危險 啊可惜 啊可惜 哇倒3倒3 哇可惜了可惜了 哇可惜了可惜 啊可惜可惜 我覺得這個有點可惜 就是 呃 在對槍 有一些地方 呃 確實感覺得到 你會有點害怕 就是 不太敢去對槍 但是有些時機是 你確實是可以擊殺的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射程我覺得可以再貼連打一點 然後剛剛 比較有多的時間 是算是在丟飯糰 可是 你丟的那個位置 變成是有一點像是說 你確實是要驅趕 可是 確實去減少到你 土地板 跟吃可力的時間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對 然後這一場其實應該是有機會 剛剛 不小心被水源炸到 我覺得有點可惜 對 對剛剛有幾個方式比較可惜 那我覺得 其實在對槍上 呃 在包含剛剛說的那個 輔助隊友的那件事情 就是 隊友已經被 那個敵人已經被圈住了 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直接上去做一個假的 打殺了 這個這個地方真的很可惜 其實 或許在進去之前 你就可以把 防護罩打開了 就是直接直接打開這樣完全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太可惜了 這個真的太可惜了 這個真的太可惜了 這個關鍵的點 這個很可惜 雖然說有連禁 可是如果剛剛 要是你是 呃 你的防護罩是有打開的 可能大家 可能還會再活兩三個人 但這個不代 這個不代表說你是戰犯啦 這個不是 只是說這個點很可惜 那我覺得以對槍來講的話 可以再勇敢一點 然後追擊 有一些地方可以追擊 然後立回可以再訓練一點 就是比如說打一兩下 沒有就要換位置換位置 然後 再來就是 在鬼頭刀這個地方 呃 星夜射擊槍的站位 在 比如說上步 呃你在你下不去的情況下的時候 你要選擇站在哪一個位置 是非常重要 你不能站在 常守的人 彈道一定會打到你的地方 因為這樣就變很虧 然後再來是因為你是雙飯糰流 然後就是你的飯糰丟的方式 啊一前一後 我們剛剛說的一前一後 然後關於立回的部分啊 就是比如說你今天在這裡發一兩發 啊打到了他跑了 你就要換一個位置 發另外一發 然後呢也可以考慮一下 假設 敵人在這 你的立回應該是打 然後繞到這裡打 或者是再繞回來打 或者是再繞過去打 就是其實要 呃 要依依偎著敵人 的角度去做旋轉 來做對槍喔 這個這個立回 對於水槍系的立回來講 這是一個蠻重要 呃我之後呢會再特別 就是在做一個這個立回的影片 來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這樣看起來 這一局就是可惜有一些點沒有做到 但是我覺得還不算到超級大的失誤啦 就是有點可惜這個樣子 對然後 呃在選擇的決策上 有一些猶豫 這個就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 這個相信呢 今天跟了這位這個 朋友說了這個 今天做了這一個 斯普拉寶劍士之後呢 希望呢 你看完以後今天可以對你呢 有一些收穫 讓你有一些不一樣想法 當然 如果你今天看完了 你還是對於你在對戰上 有任何疑惑的話呢 沒有問題 都非常歡迎繼續來信 然後繼續投稿的復盤 這些都沒有問題 這些是都可以的 那希望呢 今天這個復盤影片呢 能對你祈禱一些幫助 好的 那今天的斯普拉寶劍士呢 就到這裡告一個段落啦 如果大家呢 對於復盤的影片呢 希望投稿自己的影片的話呢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在我們說明欄呢 都有這個email 那只要你提供你的rank 然後還有你使用的武器 跟你現在目前遇到的狀況 以及你的這個 希望復盤的影片編碼 那我們就安排時間來進行這個復盤 好的 那非常感謝收看今天的 斯普拉寶劍士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幫我們點個讚 作為支持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斯普拉寶劍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 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鋪會員 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 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 來支持我們唷